生抽、老抽、酱油三者有何区别? 怎样进行选择呢? 生抽、老抽和普通的酱油是有区别的 从颜色上看,生抽最淡,呈红褐色 老抽颜色更深,呈棕褐色 而普通酱油介于两者之间 味道上也有明显的区别 生抽比较咸,老抽鲜美,略带甜味 由于老抽很浓,适用于上色 做红烧菜时食用 生抽主要用于调味、凉拌菜经常食用 普通酱油两者都可以食用 老抽的制作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陈化和发酵 含有较多的氨基酸 味道比生抽更加复杂 总的来说,生抽用于提鲜 老抽用于增色增香 普通酱油兼而游脂 酱油的含盐量较高 日常生活中提倡低盐饮食 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 包括酱油、味精等的隐性盐 所以作为调味品的酱油 也要少吃为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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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